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月1日 东方蜘蛛整夜未眠 香港 这座历经沧桑 而又风采依旧的繁华都市 迎来了它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 那是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香港 英国国旗奖下 五星旗升起来了 我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 感到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自豪 整个交接的过程我都在现场 那么当时我就将这个香港回归 就英国就要吃出香港了 所以在这个仪式上就非常上观的 香港七百万人永远都会记得 1997年7月1日这一天 从此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 回归祖国怀抱 香港人也真正成为 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香港地处中国南海沿岸 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华民族 栖息生长的土地 1840年 鸦片战争敲开了 古老中国的大门 香港连同九龙和新界 被割让或被租界 成为英国殖民地 直到中国结束文革 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 香港终于等到了 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机遇 1982年9月24日 面对前来谈判的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邓小平表达了 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 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完成了前人未完成的使命 他不仅以其钢铁意志 坚定对香港恢复形势主权的信念 还创造性地实行 一国两制基本国策 使得香港顺利回归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形势主权 靠的是民族的契机 自为人性 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用一国两制的方法 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 领土的问题 从1984年12月19日 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 中英联合声明 到1997年7月1日 中国对香港恢复形势主权 13年的过渡期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末代港督彭定康掀起的 立法局选举风波 就打乱了中英 已经取得共识的回归步伐 可是非常可惜的 英国派来的最后一任的 港督彭定康 他就没有按照 外交部长所达成的共识 而自己想了一套东西出来 范徐利泰 1983年加入港英政府 先后出任立法局议员 和行政局非官首议员 在1992年的直通车争奥中 辞去港英立法局议员一职 积极投身于回归筹备 和基本法起草工作 他的政治改变方案 这套方案不符合基本法 也不符合两个国家的 外长的共识 所以变成了最后一届的 香港的立法局议员 就不可能成为 特区第一届的立法会 中国政府另起炉灶 决定设立临时立法会 取代彭定康的立法局直通车 1996年12月21日 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 推选委员会 选出60名临时立法会议员 范徐立太当选为临时立法会主席 可是在香港呢 彭定康就不允许 这个临时立法会在香港 有一个办事处 所以呢 结果呢 就用我个人的名字 租了一个办事处 在中环的 一个商业大厦里边 叫做范徐立太办事处 实际上呢 是临时立法会的办事处 97年的 应该说是 2月14号开始 一路到 6月30号呢 这个临时立法会呢 就做了很多这些 审议法律啊 等等的工作 终于呢 这个所有应该要做的工作呢 都做好 等7月1号 凌晨的时候呢 香港就回归了 1997年7月1日 经过艰难的回归过渡期 香港回归仪式 如期举行 十年60岁的董建华 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一任行政长官 本人就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 定当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宣示的时候 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为国家 为香港效力 为一国两制 事业的奋斗 作为临时立法会主席的 范徐利泰 率60名临时立法会议员宣示 我今次宣示 我今次宣示 本人就任 本人就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临时立法会议员 可是呢 到了我们的时候 我脑袋里边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说 今天是我们香港的大日子 我必须要在这个 我知道是全球在转播的 那我必须在这个关头 我必须要显露出来 我们中国人的自信 我叫钟卫言 我是97年7月1号生日 我很开心可以和香港特区政府 一起生日 一起成长 而我亦都有另一个称呼 叫做回归保保 在回归后的香港长大的钟卫言 每年都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一起过生日 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 期间的欢欣和感动 都鸣气于心 十五周年 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他只是邀请了十几个回归保保 出来 邀请我们去香港大球场合唱 《斯基山下》 因为这首歌是属于香港人 对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 其实内地并不陌生 我们总有各种机会 去接触内地的文化 认识内地的朋友 和回归保保一样 香港特别行政区 也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期间有欢笑 也有悲伤 但都是和祖国呼吸相连 命运与共 大家一块进步 在进步的过程里面 香港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好处 也能够将我们更加现代化 有伟大的祖国作为坚强的后盾 只要广大市民把握机遇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本人董建华 因此宣誓 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顶当拥护 基本法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 北京人民共和国 国西wal传岁 亚民共和国